中国时间7月5号晚上8点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VOA卫视 我是林森 我们从美国走的华盛顿现场直播 这个小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新闻记者联系 和今日看点 先来看这个小时的新闻提要 去年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 吸引人为灾难 日本及邻国在日本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民众庆祝 好 首先把时间交给许波 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许波 好的 谢谢林森 日本国会一个小组的报告指出 去年福岛核电站事故是人为灾难 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这份报告经过六个月的调查 认为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失职 未能预见和预防这场严重的核电事故 调查小组发现官员们故意拖延决定 而这些决定原本可以让福岛核电站 在去年三月免于地震与海啸的波及 报告指出 这场事故不应被视为自然灾害 而如果相关人员能更有效地做出反应 其造成的影响也能减缓 与此同时 日本在星期四重新启动 关西大范核电站三号机组的核反应堆 尽管有许多日本民众反对重启核能发电 在福岛核灾之后 所有日本的核反应堆都相继停止运作 进行安全检查 日本有两个月是完全没有核能发电的 不过日本政府表示 重启核能发电是为了避免在夏季发生停电的情形 VOA卫视报道 日本及一些邻国在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以提高阻止大规模杀杀性武器扩散的对应能力 由澳大利亚 韩国和新加坡空军参加的这次演习 模拟拦截一架飞进日本领空的飞机 并检查机上携带的放射性物质 在日本北部北海道千岁式空军基地 举行的这次空中演习将持续到星期四 这次演习是美国领导的反扩散安全倡议的一部分 亚洲国家最近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 这些行动被看作是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日益增加挑衅行为的回应 美国全国各地民众欢庆独立日 很多城市在星期三晚上燃放焰火 使庆祝活动达到高潮 在首都华盛顿 许多人聚集在美国国会山 聆听爱国歌曲 焰火映红夜空 在纽约 人们在纽约港欣赏焰火 那里坐落着自由女神像 数千万人或列成长镇游行 或参加野餐 音乐会 家庭聚会等等 以此庆祝独立日 今年7月4号是美国宣告脱离英国而独立的第236年 在全国各地 市民们挂出国旗骄傲的穿上 象征着国家自由的以红白蓝为主色的衣服 烟花也照亮了1812年战争 以及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神圣战场的夜空 在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 在安纳 波利斯 马里兰等地 也安排了类似的境界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25名现役美国军人 加入美国国籍表示祝贺 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这一天 在白宫主持了一个入籍仪式 欢迎来自至少17个国家的美国军人 成为新的美国公民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 带领入籍者宣誓效忠 他说 这25人都是现役美国军人 因此这个入籍仪式意义更为重大 你们在正式成为美国人之前 就把你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国家了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讲话中说 美国的成功离不开移民 是移民一直也会继续让美国更强大 他说 这236年来的历史清楚表明 是移民使得美国更强大 移民使得我们更繁荣 也是移民给美国带来21世纪的领先地位 这些青年男女就是一个见证 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会接纳这么多的新人 没有其他国家会不断自我更新 用一代代新移民的希望 动力 乐观精神和活力来自我翻新 7月4号星期三晚间 奥巴马总统邀请军人家属 在白宫参加烧烤活动 并观看节日烟花 以上是VOA卫视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说 中国当局继续压制一些维族人的声音 他们说出三年前新疆暴乱期间侵犯人权的行为 国际特赦组织说 在那场导致将近200人丧生的暴乱结束后 数十名如果不是数百人维族人 在失踪后至今仍被拘留 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中说 中国当局恐吓并威胁那些搜集 有关自己亲属下落信息的人 那场骚乱于2009年7月 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爆发 随后中国当局逮捕并迫害了很多人 并在新疆地区采取了广泛的压制措施 自从港澳自由行在2003年开始以来 中国大陆有更多的机会踏足香港 这个自由社会亲身体验 在中国大陆没有的事物 除了参与或者参观香港的游行集会之外 他们还多了一个途径 去吸收不一样的资讯 那就是购买禁书 下面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香港是大陆人的购物天堂 陆客买日用品服装奶粉满载而归 但近年来 陆客的购物袋里 多了另外一样货品 禁书 位于购物区铜锣湾的一家禁书专卖店 以毛泽东的头像做商标 非常吸引陆客的眼球 书店社长邓自强 观察到大陆人很关心自己的国家 无论是经典著作 还是实事性的书本 都能吸引陆客购买 年轻人他们关注的课题 就可能是刘晓波 或者是零八宪章这一类的 或者是批判性大一点的 那就是对整个国家发展的理念清晰一点的 反而从商从政40岁以上的 他们关注的就是政治前途最重要 陆客去看书还会买回家 甚至买回去送给朋友 即使在过境的时候有机会被海关没收 他们还是会再买 邓子强说香港是个让陆客安心看书和构书的地方 他们会觉得香港的环境安全可靠 不会受到任何审查 邓子强还表示 其实现在大陆人已经可以从很多途径知道国家的事情 他们来香港看书 主要是想要证实事件 其实他们都已经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了 只不过他们想检验一下 还有他们会从多角度看一件事 其实国内的读者并不笨 虽然国内很容易会有以讹传讹的情况 但在历史和政治上的事 他们会更仔细分析 看看谁对谁错 一位来自江苏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访客 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这个禁书店 首次慕名拜访 他告诉美国之音 自己觉得眼界大开 因为我从小就受中国内地的教育 没有见过这个书 比较很突然 也很好奇 但是你不能认同大陆这个发展也不能 当时真实性我还有考究一下 我也不清楚 这个真实性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批评百姓 与政治无关 只能是看上好像有点奇怪 生活在中国人有的时候很难理解 香港禁书店不止此一家 禁书也越来越受路客欢迎 港澳自由行扩展了大陆人的视野 让他们体验拥有言论和集会自由的社会 启发新思维 美国之音 郑灵渝 谭佳琪 丁丽 香港报道 好 以上就是VOA卫视 这个小时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林森 好 谢谢许伯 为我们介绍这个小时的新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是VOA连线时间 我们的记者丁丽和杨明已经在等待 不要离开 感谢观看 您正在收看这个小时的VOA卫视 我们在美国首的华盛顿现场直播 现在我们通过视频连线 请VOA卫视驻香港记者丁丽 介绍香港方面的新闻和采访要点 丁丽 你好 你好 林森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你在香港的一些重要的新闻和采访要点 丁丽 今天我报道 就是在美国国庆期间 美国驻华使领馆举行庆祝酒会 但是至少有一位中国人没有能出席 他就是李旺洋的家人聘请的律师 唐精灵 他就是被警察用柔性的办法 饭局给困住了 没能去 说到李旺洋事件 有的香港新北京人士 政协委员也是表示不信邵阳当局的说法 而要求中国当局彻查真相 丁丽 刚才你谈到唐精灵律师 实际上在好多年前我在香港驻占的时候 曾经采访过唐精灵律师 他是唯一的被邀请的中国公民 没有被允许参加呢 还是有没有其他的人 他这次没有被同意去参加酒会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他是没有被允许参加 至于有没有别人邀请了没能去呢 他现在也没有信息 他跟我说呢 就是说那个常看着他那个广州警察 叫国宝 他们那个就打电话要他吃饭 结果呢他们就一块去了 就是一共他和这个三个国宝警察 一块吃了两点多呢 又警察说呢要传唤他 就是把他带到派出所去问话 做记录 他就就问他 说你这个对李王阳的案子 你是怎么接手的呢 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他就说了 等到五点多呢也记录完了 他说我还有事要走啊 可是呢警察说 不行我们领导命令 我们必须得和你一块吃晚饭 这时候呢他就明白了 以前的时候经常在香港被叫去 被什么廉政公署叫去叫喝咖啡 后来在这个中国的南部地区 是有喝茶的说法 那现在又有吃晚饭的说法了 就是被喝啥被吃饭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个请帖啊 就美国使馆的请帖 他知道是发出来了 美国使馆的请帖 但是呢他一直没说到 他认为是特务机构给扣了 还有哪些方面的 香港方面的一些消息 想跟我们介绍 关于香港方面 我今天就报了一个 报了这个信 就是说这件事呢 对中共共用来说也是有传统的 过去啊我就想起 那个报道里也提到 就是在那个1989年的时候 老布什总统去访华 他是和中国是老交情了 但是呢中共也没有给他面子 就是说他们美国方面邀请的 这个方立之教授出席这个招待会 结果硬是被这个警察给拦住了 当时我们采访那个 当时的著名记者在吴祖光 他的评价说 说这个扣人这个 就是党人那个说法 说是这谁处的搜索 好非常感谢 这是VOA卫视 驻香港的记者丁丽啊 通过视频连线 跟我发来香港方面 和中国方面的一些 最新的报道 好辛苦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这个小时的VOA卫视节目 那么在VOA连线之后呢 是这个小时的专题节目 今日看点 我们要关注全球经济的热门话题 不要错过 不过呢 VOA卫视记者杨明 已经在美国国务院等待 我们请杨明介绍 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消息 杨明你好 你好林森 辛苦了 一大早在国务院那边啊 最近啊 我们看到报道 就是说伊朗最近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啊 并且成功的发射了一枚导弹 美国呢 特别是美国国务院啊 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好的 那么伊朗革命卫队呢 发射了一枚叫做流星三中程弹道导弹 这个导弹呢 这种导弹呢 射程大约2000公里 能够覆盖1000公里以外的以色列 那么这次导弹试射呢 是伊朗的这个 这叫做伟大先知七军演的一部分 那么这次这个伊朗呢 射射导弹呢 是想显示 它的这个力量 以反击呢 国际社会的对它的制裁 我们知道7月1号 欧盟开始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 那么就在一天以后呢 伊朗呢 就开始就进行了这次军事演习 那么对于这次导弹试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南 做了下面的回答 我们看到了他们进行导弹试射的报道 很显然 我们对伊朗继续发展导弹活动 声表关注 伊朗继续进行包括远程系统 先进导弹能力的研发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1929号决议案 这不是个积极的发展 林斯 杨明我们知道伊朗不仅 它是用这种试射导弹的办法 来炫耀它的武力 最近伊朗有120名议员 签署了一个草案 说是要要求关闭战略要到霍尔木兹海峡 不让驶往欧洲的邮轮来通行 您不知道美国官方对这一举动有什么样的看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南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他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水上通道 那么伊朗有责任根据国际法保持通道的畅通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履行国际义务 那么有记者问 那么如果伊朗真的要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 那么踩到了美国的红线 那么美国将对此做出如何的反应呢 那么努南他是这样讲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那么伊朗威胁要封锁霍尔木斯海峡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林森 好的 谢谢杨明 谢谢杨明 是杨明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现场报道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现在每天播出两小时的节目 时间是中国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欢迎到时候收看 那么稍后回来是这个小时的今日看点节目 好 再进入今天的今日看点栏目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则经济方面的消息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表的经济报告 对美国有关是否应对富人提高税收的政治辩论产生影响 这个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34个经济体的组织 在报告中称虽然美国经济正在复苏 但是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的挑战 虽然美国在经济方面在世界上仍处领先位置 但是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失去它的竞争优势 经济组织副秘书长理查德报撤认为 身为技术与创新大国的美国 教育却落后于他人 我们对经济组织34个成员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有三个国家对弱势学生教育提供的经费 低于其他学生的教育经费 美国是其中之一 经济组织的报告还称 这种贫富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富人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更容易成功 从而保持富裕或者更加富裕 除了教育不公 经济组织认为美国的税法也有待完善 现在税法的有些规定偏袒最富有者 当然我这么说针对的是贫富不均这一问题 同时也是因为我认为美国的税收制度 应该比现在要中立得多 也许经济组织并未意识到 他们已经参与到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 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就曾发表言论说 他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要低 像我们这样的高收入人群 纳税的税款应当比现在要多得多 在美国 工资收入所的税率比投资收入所的税率要高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意识到 这种税收的不公 并提议提高年收入高于 25万美元的人的收入所的税率 美国共和党人认为 奥巴马的这一提议 无异于对创业者的一场掠夺 阶级冲突会造成更多的分歧 它会打击创业者的积极性 也会使经济发展迟滞 奥巴马总统不以为然 如果因为我要求百万富翁和水南宫 按同样的税率缴税 而称我为工薪阶层的威道者 那我欣然接受 总统大选年使得对这一议题的看法更加分化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同时也是一家私有股本公司的合伙人 他承认在2010年 他缴纳的税款不及他投资收入的14% 相比之下 一些工薪阶层却要缴纳公司收入的35% 罗姆尼认为 应当削减政府开支 从而为减轻对所有阶层的赋税留下空间 这和奥巴马总统的提议相反 奥巴马总统反对削减社会项目开支 呼吁增加基础设施的开支 而这些开支部分来源于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 深入 全面 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 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 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 地道美语 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 VOA卫视 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 现在是今日看点栏目时间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VOA卫视的记者丽雅和袁野 他们两人都对经济话题比较熟悉 欢迎两位 我们今天聊聊全球经济的话题 刚才说了你们两位都对经济话题比较熟悉 我本人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报道 丽雅 第一个问题 你现在最关注的全球经济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先谈一下 最近这两天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英国的这个巴克莱银行的这个丑闻 它这个丑闻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英国的监管当局发现 就是经过调查发现 巴克莱银行的一些交易员 就是虚报了这个伦敦银行同业之间的一个拆借利率 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当时金融危机正在发生的期间 所以这个银行因此就被罚了这个2.9亿英镑美元的款 我觉得这个丑闻呢 就是说就像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这个社评所说的这样 就是说这个丑闻折射出了这个金融业的一个顾及 就是说这个丑现在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这个银行业就是实际上它的丑闻特别多 就是公众对它这个银行业的这个不满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凸显了这个行业的贪婪 自私和不负责任 那这个事情更是突出的显示了这一点 按照这个社评的说法就是说 这实际上就是它不停辜负了公众对他们的一个信任 就是同时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比这个事情更糟糕了 就是更加有损于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声誉 实际上你刚才谈到这个英国的巴克雷银行 好像在美国这边有很多分支机构 到时候看到 我不知道原意有没有关注这个 有关注因为这两天可能最大的这个财经新闻 就是巴克雷银行这个虚报利率的这个丑闻 因为从金融危机到现在呢 已经有大概三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银行呢 卷入各种各样的丑闻 包括最早的像Bairstern 还有像雷曼兄弟这些银行 还有最近的像那个JP Morgan 那个摩根大通 因为他的交易员涉嫌这个非法操作 导致他们遭受了这个上万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这一次呢 就这两天爆出来的这个巴克雷银行呢 它的这个在性质上 或者说在情节上嘛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比以前那些个案的银行丑闻 还有银行这个单个遭受的危机呢 有一点点不同 具体哪些不同呢 有一点系统性 因为它虚报的这个利率 这个LIBOR 这个伦敦银行同业间这个拆解利率 它是一个被世界上很多金融机构 很多的市场参与者 用来做一个这个交易参考的这么一个利率 尤其是在欧洲 很多人把这个利率呢 看成是比那个英格兰央行 定的这个基准利率 还要重要的一个利率 因为它每天都在制定 每天呢 有大概20家左右的这个全球 就领军的金融机构 把他们同业之间的这个拆解利率 报给呢英国的银行家协会 然后英国银行家协会呢 把这个四个最高的利率和四个最低的利率去掉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十个左右的利率 然后做一个平均值 它有一个很复杂的计算方法 然后每天呢得出一个这个来波的这个这个利率的情况 所以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利率 但是这个利率被虚报了以后呢 所以人们可以想象就说 很多的这个金融交易 可能因此呢是出现了偏差 所以呢这个它是具有一个一定的系统性 所以呢人们觉得这个丑闻爆出来以后呢 是它影响应该是非常大 再一个呢就涉及到 刚刚利元谈的那个 就是说它暴露了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成型危机 甚至是也暴露了监管机构的失职 也就是说到它这个刚才就是虚报利率 刚才原因也介绍 就是说这个利率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就是说这恐怕是 他们虚报这个利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 就是说它对整个经济啊金融界影响很大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尤其是这个虚报发生的那个时期 我们刚刚提到是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 那个时候很多银行就是大的银行 都是岌岌可危 就是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 你报你从其他的银行 所借的这个贷款的利率是多少 就是说你报低有什么好处 不仅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 不管我们时期的这个情况是多少 就是说报低实际上就是 根本就说明你这个银行是有这个实力的 表明我没有受到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 或者影响不大 就是说增加人们对你的这个银行的信心 这个在当时是尤其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这是他们采取虚报这么一个一个动机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英国这个巴克雷银行 实际上在美国有很多分支啊 虽然说我没有在那开过什么账户 但是我看到这个分支这个丑闻对美国这边 会不会有产生金融界也好 或者经济界也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觉得有影响 因为刚刚令员说的很对 就是说2009年跟2010年的时候 现在根据英国的这个金融监管部门 具体说就是金融服务监管局 他们获得的一些电邮的电子邮件的资料 还有一些电话记录 他们就显示在2009年到2010年之间 那银行危机 我们知道它是有时候是这个一阵一阵 它有时候在一段时间内 它这个危机情况特别严重 严重的话呢 就会导致丽元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这个银行的融资成本 会在短期内那个突然间上升 这个直接反映就是这个Libboard的这个利率会上升 那么根据现在金融监管 英国的这个金融监管局 它获得的一些资料显示呢 在当时的这个金融危机比较集中爆发的时候 反倒呢是巴克莱银行 它的这个利率报的偏低的时候 然后呢还有一些资料显示呢 就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巴克莱银行呢实际上是跟 包括花旗银行 这是美国的银行 Citibank Citibank Citigroup 然后呢包括像汇丰银行 这也是英国的银行 HSBC 对 还有像这个苏格兰皇家银行 这都是英国算是最大的两三家银行 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易人员呢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是有这个互相通风 通气的这个这些 这些信函的往来 所以现在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指责任何事情 指责任何人任何事情 但是就说 有这些初步的这个 可以说是间接的证据 或者间接的迹象显示 很有可能 巴克 很有可能 我们强调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现在事实怎么样 有可能巴克莱银行 并不是这个 低暴利率的唯一的一家银行 所以 其他银行可能还没有报道出来 对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是很明显 就是显然巴克莱银行 不是唯一的一家这么做的银行 因为就像刚才袁也提到的 包括英国他提到的那几家银行 还有美国就刚才我们提到 JP摩根大通银行 花旗银行 都已经受到这个 在受到调查 就是就这个事情 所以显然这是银行间 银行业间的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 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 性质这么严重 对 我刚才我想提一个数据 就是说 它这个事情的重大的影响 就是说 它是全球有 350万亿美元的借款合同 都是由这个例如来 作为这个基准的 就是参考的 所以它这个影响的面 是非常的广 是在全球的影响 对 全球的影响 像你刚才问到 就是说 对美国的银行有什么影响 就是不仅是这些 美国银行也涉及到其中 像这个国际间的 这些金融业的这些巨头 基本上就是说 都是他们相互之间 有很多的业务 就是主宰了这个全球的金融 所以就是说 肯定是对美国的银行 也有很大的影响 刚才我们谈到 这是英国这个 巴卡尔银行 一两年前的时候 就我们在谈 这个美国的债务危机 美债危机 现在我们来说说 这个欧洲的这个欧债危机 我不知道这个 袁宇现在对 这个目前欧洲的 这个债务危机这个问题 特别是最近还开了什么 欧盟峰会啊 什么这种各样的 想想解决这个危机 你觉得这些峰会 或这些措施 现在有没有发挥 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 这个很难讲 就说从欧盟委员会 还有这个欧元区的 这个决策机构 包括欧央行在内 从他们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现在是 你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 想把损失维持到最小的程度 那上个礼拜 刚刚结束的这个 欧元区的这个峰会 欧盟峰会 它可能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从我们记者来讲 从报道的这个角度来讲 它最大的一个看点呢 就是说 与会的这些国家 成员国它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授权这个欧盟委员会 可以动用 和欧央行可以动用这个 它有两个这个 算是救助机制 紧急救助机制 一个呢是这个欧盟金融 欧元区的这个金融稳定机制 还有一个呢 就是欧盟稳定机制 可以在这个两个机制之下呢 在这个高负债成员国 遭遇这个清偿危机的时候 用这些钱来去救助 这个呢是以前争执很久的问题 然后这一次峰会上 达成了这个协议 这个呢被很多人 认为是西班牙 还有意大利 还有像希腊 这些国家算是这个 得了一分 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利好消息 但是这是一个 短期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对于长期来讲呢 这次峰会没有什么 太突破的这个成果 我们稍后回来 好 不要离开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信箱是 Chinese at voanews.com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 参加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VOA新闻at gmail.com VOA卫视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看VOA卫视的 今日看点 欢迎回来 刚才的是 远野谈了一下 对于欧债的危机的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丽媛是对这个问题 是怎么看的 我想提到就是 这个欧元局整体来讲 这个前景还不是非常的好 我看到就是最近有一个细心的调查 就是表示 欧元区所有这些最大的经济体 要么是已经进入衰退 要么是正在进入衰退 我们从一些数据 就是从这个采购经理指数 还有这个高失业率 这些数据都表明 这个经济前景是非常的不好 说到这个欧债危机 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这个欧元区 我不知道就是 但我们都不是经济学家了 就是我们是做这个经济报道 金融方面的这方面的报道 不知道对这个欧元区 就是最初设立欧元区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不知道远野对这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说设立一个人为的设立一个 到底最初应该不应该设立这个欧元区 这个你要看问谁 欧元区我们知道 这个欧元它这个构想 其实很早就有 最正式的提出来可能是在 就大概80年代那时候 法国当时的总统密特朗 他对这个构想是非常支持 而且法国在欧元区 欧元1999年正式问世以来 以前法国一直 它作为一个欧洲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它一直推动这个构想 它是一个货币的联盟 但它背后支撑的是一个政治的理念 它是被认为是 被欧洲人自己认为是 欧洲一体化进程一个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它在成立的时候 就说有支持也有阻力 那如果你比如说是一个 希腊的卡车司机 然后你的工作是 开着卡车运货到卢森堡 这样的话如果有欧元区存在的话 如果你在这个欧元区里运作 你使用欧元的话 那对于你来说 你这个跑长途 你这个运输 这个物流的成本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便利 库尔大致就是说 它对这个促进成员国之间的 这个资本人员技术 还有这个贸易的流通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 再一个呢 它就是说从汇率的层面 我们知道欧洲它这个汇率是 它的历史至少近代历史上 这个欧洲各国主要这个经济体 它之间汇率变动是非常大的 很多国家深受其 还包括西欧跟北欧的这个发达国家 那如果有欧元的话呢 就是说至少在理念上 它可以减少很多这个汇率的波动 然后再就是政治上刚刚提到的 它是如果要推动最终这个大欧洲 这个概念的话 那欧元是必须要执行的 这么一个一个理念 都怕改善经济专家的水准了 你还有补充吗 对 就想说就是 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 就是这个统一货币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步 这个的确就是 但是问题在于说 就像刚才袁也提到 就是你不同的人 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 的确它统一货币 肯定是有它很多的优势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欧洲 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状况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就像现在这个欧元区的 这个欧债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那样 像希腊这些经济 不是那么好的国家 就是有点拔苗助长了 就是一下子让它跟 就是都使用欧元 使用统一的这一个 那个货币的这个 监管的这个系统 它没有到那个水平 也许一开始这个问题 不会那么明显 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暴露出来了 好 您正在收看 这是VVA卫视的今日看点 我们在讨论这个全球经济这个话题 我们经常说是这个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VVA卫视 我们刚才是谈了英国了 谈了欧洲了 不能不谈美国 美国经济状况最近 原演你先谈一谈这个 这个最近的一些经济数字啊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迹象 特别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中国的 一些到这边来的移民了 这个 中国的一些朋友啊 往往说非常关心这个华人在这边的生活 说你们美国现在这个好像失业率很高啊 现在这个经济状况很不好啊 甚至有人在我们的这个 谈这个经济节目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节目后头 文章后头有人就留言 说你们美国人现在都吃不上饭了 你们还谈什么中国 这个有点严过了 经济数字最近出台的怎么讲 比较喜悠参半吧 盖魁能讲就是说一些大的数字不好 但是在这个比如像PMI 像那个 这叫生产采购经理人 指数 它这个是反映制造业的这么一个 很很基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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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指标性的指数 对 这个无独有 中国现在PMI好像也不太好 但是美国呢 它是从09年的4月 这个PMI指数 它是50是一个融枯线 就是说高过50的话 表示它这个制造业是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 订单在增加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批发价格在上扬 就说明这是一个很火的一个市场 那那低于50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企业家呢 或企业呢 他们开始不不不在发订单 然后呢不在采购 所以这个制造业在萎缩 那09年的4月份的时候 4月份到7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采购经济指数 它是有一段亮点的这么一个时期 它是连着升了几个月 大家当时还觉得 这个recession这个衰退好像过去了 然后从09年的7月到过去的这个三年里面时间 这个采购经济指数一直是处在这个融枯线之上50以上 不是很高 但50以上 那6月份最新的这个供应管理学会公布的这个最新的PMI呢 它是三年以来第一次降到了50以下 但是好像下的不是很多是不是 李源 49.7 就是从5月份的53.5下降到6月份的49.7 49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低于50 对不对 就说明这个就是三年最低位 也表明这个美国的制造业活动 现在进入一个收缩的阶段 那更糟糕的就是说 这个里面它这个指数里面有很多分类 其中那个新订单这一项 新订单 那个打击是更为严重 这就说明可能就是海外对美国产品的这个需求在下降 你没有新订单 就说明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就很大 这个而且这个 实际上这也会就是实际上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也比较高 是失业率显然就是要 和失业率有没有关系 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失业率 就是说如果你海外的订单减少了 工厂的活少了 那显然这个工厂那个雇员可能就要面临被裁员的一些危险 对吧 因为你你没有订单了 没有活做了 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对 而且这个就是这个指数也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数据这么糟糕 有时候就跟你的预期 预期是有关的 对吧 如果你本来就预期到会很低 你可能也 这个数据出来之后你可能也没觉得那么糟糕 但是对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现在美国经济状况不好 说你们美国人都吃不上饭了 这当然是有所严重了 我想请这原理也就是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看 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就是美国经济方面的 无论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问我可能问错了 因为我不是很消费 不是很消费 不消费 我除了吃饭可能其他都 吃饭也是消费 吃饭的话 我感觉其实这个应该给美联储一点功劳 它这个通胀方面这个做的 这个稳定物价方面做的非常成功 除了这个季节性上面 比如说像油价这个波动很大 但是像我们基本上这些 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食品 我觉得最近几年其实物价还是蛮稳定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从过去几年来看 可能是像袁远说的那样 就是比较稳定 但我个人而言就最近一段时间吧 我可能也许跟前一段时间 石油价格上涨有关 我感觉就是这个消费品 肉类我觉得涨价 我觉得涨的还是蛮多的 还是作为普通消费者 对 可能一下子收不出一个具体的价格 但是你可能能够想得起来 比如说在两三年前 可能你花50美金 从超市里边买回来的东西 可能要比现在要多得多 现在50美金买回来的东西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今天这个进入看点节目 还有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 我不能不说说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袁远 刚刚提到就是中国那个采购经济指数 现在也是处在一个萎缩的情况 然后最近呢中国的这个通胀降的比较快 还有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消息 我们知道这个尤其在一线城市 有些那个房价出现了这个 这个高企的势头减缓 甚至是在有些二线城市出现了这个降价的这个情形 总而言之 就是说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 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减速的这么一个势头 减速 其实可能中国的这个数据 其实就是减在减速 刚才袁远提到这个采购经济指数 还没有低到50以下 就是50.2 低于5月份的50.4 但是也是处在这个边缘状态 收缩的边缘状态 对 这个 然后现在就有一些分析 就是说在分析 中国是不是会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 因为今年的经济增长 官方的目标是定在7.5 有些估计的 就是说可能 也许可能会高一点 低一点 前段时间我们在谈这个中国经济 就是在这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在谈这个经济学 在谈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了 硬着陆就是这个发展速度低于7的时候 或者是低于8的时候 它是给通胀降分没有降好 这个时候出现硬着陆 对 就对于这个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国内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 就是有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么高速 发展了几十年 现在随着那个基数越来越大 你不可能再以这个每年两位数字增长发展下去 就是说你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 自然会减缓下来 那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经济 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外需疲弱 引起全部看到美国欧洲经济都不经济 就是因为中国主要在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 主要不但是你像你那天采访的经济专家盖宝德就不认同这种看法 他说实际上中国经济的GDP的增长其实很大部分不是靠出口来维持的 而且让国内的这个投资啊 还有国内的需求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对 好了 看来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到了 这个小时的精致看点就到这个 不要忘了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VV卫视 不要离开 留下来收看专题栏目 看天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VV卫视欢迎回来 看天下节目由主持人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贫穷状况 好的谢谢主持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贫穷问题困扰着世界各地千百万人 而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则使更多的人陷入了困境 今天看天下的主题就是贫穷问题 我们来关注世界一些国家穷人的生活 先来看看西班牙 在西班牙 金融危机引起的高失业率和扁扁的钱贷 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慈善机构 来解决一日三餐 巴塞罗那一个叫做温暖的慈善组织 每天都会准备各种餐食敞开大门 接待那些实在无法维持自己和家人温饱的人 但是渐渐地工作人员发现来寻求帮助的人快超出他们的能力了 刚开始时每天会来三十个人 第二个星期增加到四十人 然后不断增加 现在已经超出我们的接待能力了 今天已经有大概七八百人来登记了 过去六七个月 这场危机的后果显现出来了 来我们这里的人三年前还都有工作呢 现在却有麻烦了 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变得一团糟 很多人现在无家可归 露宿街头 看看中央政府在做些什么 看看他们想怎么样解决问题 真是太可耻了 他们只为自己打算 为自己敛财 而不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退休的人 学生 教育 医疗 帮帮他们吧 西班牙政府表示 西班牙银行系统摆脱困境所需要的钱 并非多的令人望而却步 希望各银行能够自助自救 但是在西班牙金融体系恢复生机 经济回暖之前 有多少人必须依赖慈善机构 而慈善机构还能够坚持多久呢 希腊经济危机进入第五年 依靠慈善机构提供一日三餐的人 已经不仅仅限于非法移民和无家可归者了 在雅典的一个施州棚 领取免费餐食的 还包括不少失业者和脱家带口的人 中午时分 这个周棚准备了一百多份午饭 越来越多的雅典人 来到这里领取免费午餐 他们大多是退休人员和有孩子的家庭 尽管是政府迄今为止 卫师周棚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但周棚负责人乔治还是很担心 我们为未来担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情况 这是我们的最大问题 我们尽量做到最好 克里斯多几年前生活得很好 后来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 工作也丢了 只好求助于慈善机构 她的朋友玛利亚曾经在一家服装店上班 但经济危机一来 服装店倒闭了 结果我的家也没了 因为我没办法付每个月450欧元的租金 我现在无家可归 每天中午12点 下午5点到这儿来吃点东西 但是石周棚和类似的慈善摊点的帮助 显然还是不够 有时郊区的农民会开车进城 发放免费的蔬菜水果 越来越多的希腊人需要得到帮助 这是新政府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 在印度 贫穷迫使很多少年儿童远离家乡 过早地加入了劳工大军 这是一个印度当局想解决 却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久前警察在首都新德里 突袭了三个纺织厂和一个化工厂 在那里发现了好几十名同工 有些孩子不敢承认自己是在做工 11岁的沙姆沙德 谎称自己是来学习的 但这瞒不过警察和儿童权益活动人士 很多边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 被人带到新德里送进刺绣厂 为印度妇女穿的沙利袖上漂亮的图案 还有的孩子被送进铁匠作坊 甚至要接触化学品的工厂 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从底哈尔邦和北方邦 被带到这里做童工的 其中有的是人口走私犯所为 有些孩子要替父母还债 在这次行动中警方逮捕了五个人 指控他们雇佣童工 被解救的孩子们会被送到一家公办儿童福利院 雇佣童工在印度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 童工付出了与自己年龄不成比例的劳动 每天却吃不饱 到手的也只有可怜的一点点零钱 儿童权益活动人士说 印度各地有数十万儿童 在有害的环境中工作 其中包括砖窑化肥厂 撒满杀虫剂的农田 印度法律禁止雇佣14岁以下的儿童 但相关法律根本得不到有效实施 尽管各界政府都试图通过 强制教育和脱贫项目解决童工问题 但印度至今仍然是世界上 童工人数最多的国家 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也有出人意料的疏解压力的方法 最后我们来看看肯尼亚的一个贫民窟 在肯尼亚内罗币的贫民窟里 人们每天为买食品 交房租和付学费而挣扎 瑜伽和他们似乎很难连在一起 但非洲瑜伽项目希望帮助的正是这些穷人 埃伦森曾经是华尔街一名咨询顾问 他2007年来到肯尼亚 在内罗币的一个贫民窟生活 并从事志愿者工作 他和朋友共同创办了非洲瑜伽项目 瑜伽给人带来和平和团结 人们不需要谈论什么 只要做瑜伽就能超出部落的分歧 真正走到一块去 26岁的穆伦吉是一名瑜伽指导教师 曾亲身经历了内罗币一个贫民窟的暴力 他说瑜伽提供了一个对付创伤的渠道 我练瑜伽时脑子里只有我自己和垫子 我没有压力 只是练习 练完之后感觉跟进来时完全不一样 就像获得了重生 非洲瑜伽项目已经培训了50名指导教师 他们都来自内罗币的贫民窟 他们每周教授200多次免费课程 另外还在体育馆 按摩店 酒店 甚至联合国机构讲授私人课程 赚取额外的收入 瑜伽在西方很平常 很多上层人士都练瑜伽 在肯尼亚恰恰相反 基本上所有的瑜伽课都开在贫民窟 现在倒是贫民窟的人给上层人讲课了 多亏了免费的瑜伽课程 48岁的爱丽丝能暂时逃离贫民窟生活的压力 瑜伽像药一样 炼了之后身心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人放松了 能够集中精力了 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这对我帮助很大 对很多肯尼亚人来说 瑜伽是个新事物 但不管是纽约的有钱人 还是内罗币贫民窟的穷人 瑜伽都让他们感到了身心愉悦 VIA卫视推出的新栏目 美国掠影为观众朋友介绍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下面我们就跟主持人周一飞 一起去看看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长 为了访问中国预先做的准备 大家好 欢迎到American Snapshot American Snapshot的目的 是给你们介绍真正的美国生活 今天呢 我们来到华盛顿语音学校 这个学校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是华盛顿市唯一的专门教中文的一个学校 说到学语言呢 我觉得学语言跟学音乐差不多 必须发出声音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声音不会好听 我试试看 很糟糕了 但是你不要怕 学语言就是那样 刚开始的时候 声音不会好听 但是你就大胆地说出来 好 不浪费时间了 我给你们认识我们节目的主角 他是我们可以说在华盛顿比较重要的人物 是我们华盛顿市市长 Vincent Gray Gray市长第一次出访中国 按计划 他去北京 上海和苏州 访问的重点是发展中美投资机会和经济合作 同时 贺市长也希望开展一些文化交流项目 Gray市长先会见了学校的建立人 Mary Schaffner和校长Makita Alexander 然后她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中文课 老师和学生们都来帮助她 说中文 写中文 事想作为美国首都的市长 她却要向一群孩子学习 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这很难的 我想除了市长 不会有谁有这样的勇气 市长向孩子们学习了如何写汉字 孩子们对市长一点都不严厉 给他的作业很简单 我会做一 二 三 三 二 那他写得怎么样 还好 孩子们教他如何打招呼 你好 我叫Vincent 你好 我叫Bito 非常好 他们还教市长怎么介绍自己的身份 校长还是一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 喂 等下 市长是市长 市长是市长 所以你可以说 你好 我是华盛顿的市长 那是说 我是华盛顿的市长 我是华盛顿的市长 我更加记得那些 我問市長對於這些害怕犯錯誤,害怕學習新語言的學生,他有什麼建議? 在參觀時,市長也不斷地鼓勵這些學生們,這次的參觀讓市長和孩子們都受益匪潛。 好,今天我覺得Mary Gray她學了很多東西,你說呢?很多東西。她說中文的翻譯好不好?好。我想問你們那個問題。 你們說中文的時候,你怕不怕犯錯誤?不怕。不怕。不怕。好,時間到了。謝謝收看我們的節目。希望你喜歡這一期的《American Snapshot》。下一次再見。再見。 OK,現在我們不怕。 Here we go! 我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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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有 以上就是今天VUA卫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和建议 欢迎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chineseatvoanews.com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UA卫视 不要离开 继续收看VUA卫视下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林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时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快点 在那儿 我们下次见